這次,我們讀完經之後,我們會繼續成為的訊息 今天是復活節的時間,所以我們讀的經文是和復活節有關的 馬太二十八章一節,我們一起讀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侯、摩達拉的瑪利亞、那迦瑪利亞內漢墳墓 忽然地带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捆开 坐在上面 他的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又因他吓得混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者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家里离去 在那里你要见他 看啊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府里门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由我们的另一处经文 都是和复活有关的 《药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节 就在一刹时 闭眼之间 皓桶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皓桶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拦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拦坏的总要变成不拦坏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拦坏的既变成不拦坏的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 就应严了 我簡單解釋這幾段經文 安息日將盡 安息日是這麼計算的 由星期五晚到星期六 星期五晚開始是安息日 現在說到星期六將盡 到七天的頭一天 就是星期日 所以有些人說 耶穌復活是安息日 這裡很清楚說不是安息日 是安息日將盡 由七天的頭一天 天快亮的時候 摩大拉的瑪利亞和另一個瑪利亞 來看墳墓 忽然地大震動 然後有主的士者在天上 下來把石頭捆開 其實耶穌已經不在 他沒有說到耶穌在 就是天使把石頭捆開 讓他看到裡面是空了 坐在上面 他的像貌如同閃電 聖經也說到 在神的寶座 看到神和天使 好像閃電一樣 即是他們的能量 時常發出來 不是只有光 是好像有閃電 他的像貌好像閃電 衣服結白如雪 將來有一天 我們也會這樣 將來有一天 我們就完全是 好像閃電 好像完全是結白 還有沒有任何的污衛 也沒有任何的罪污 內疚 任何的罪咎 是非常美麗的 聖經也說到 在《弗洛比書》3章20到21節 說到耶穌回來 我們就會變得好像 他有榮耀的身體 多謝日主 這個天使出現的時候 人來說 是完全在神面前 在天使面前 是完全站不住的 所以那些兵丁 就算多強也好 立刻嚇到混身亂戰 甚至死人一樣 害怕得不得了 後來他們報信 報信 祭司長就跟他說 你告訴別人 這個屍體被人偷了 其實這裡更加顯出 祭司長的罪 為什麼呢 冰丁也說 看到他復活了 天使下來 他應該敬畏神 我做錯了 我釘了耶穌 我悔改 求神赦免我 原來我釘錯了 這是基督 應該這樣 但他不是 他就被掩口廢的兵丁 你們不要去報信 你不要告訴別人 他復活 他是說被人偷了 這裡更加看得到 祭司長 根本他們 真的不是敬畏神 其實 你不敬畏神 也好 你看到天使 你知道神是真的 那你應該害怕 你將來有一天 都要面對神 但他那時候 依然沒有敬畏神的心 這是很可惜的事 然後天使 將石頭捆開 坐在上面 而當時 有些婦女來到 他們就跟他說 不用怕 我知道 你找過 十字架的耶穌 他不在這裏 按照他所說 已經復活了 你看看他安放的地方 看看 他已經空了 快點告訴他 他已經從死裡復活了 並且以先往加利利 在那裡見他 我已經告訴你 婦女急忙離開墳墓 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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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些奇特的事 又很歡喜 跑去報信給他的門徒 然後 《光林多前書15章52節》 就講到我們 講到 毫童末次出現的時候 一殺時閘眼之間 是突然間 一下子 在毫童末次出現的時候 死人就復活了 成為不納毀 這些不納毀是甚麼呢 是基督徒 基督徒 一聲就復活了 那些曾經火化了 或者是火燒死的 有些基督徒被火燒死 被迫迫的時候 或者是不同的情況 其實已經腐爛了 但是會改變形象 就變為充滿榮耀 但是我們都會認得 到時你看見二木師 為甚麼頭髮都出來了 都會認得 你說死了 是誰呢 似曾相識 不會的 你到時會認得 我們是會充滿榮耀的 這個必腦壞的身體 因為我們都會腦壞 會生瘡 會有病 會有不同的問題 即是我們身體會壞 會一直衰老 會有皺紋 但是在那時候 就再沒有皺紋 不會變 還有原文說到 必要、一定會 所以就說到 基督徒 所有基督徒 都一定會改變 這個是 告訴我們 否定 有些人說 有不同次數的復活 這裡告訴我們 以後再沒有 基督徒的復活 為甚麼呢 因為總要 全部都變成 全部都變成 不腦壞 也因為聖經裡 後面說到 保羅說到 他要和主聚集的時候 是他復活的時候 即是保羅要等到 兩處經文有說這件事 一個就是在 哥林多前書 十五章就是這裏 另外就是在 貼薩尼加前書第四章 另外還有 貼薩尼加後書第二章 第一節 貼薩尼加前書四章 說到復活 接著就會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緣 然後 在貼薩尼加後書二章一節 就說到 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 以及我們和他聚集的時候 甚麼時候聚集呢 就是 在敵基督被 主耶穌降臨的榮光廢掉 即是說 保羅也要等到 耶穌來 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他才復活 復活便變為不腦壞 即是說 所有基督徒都要等到 即是死了基督徒 都要等到 耶穌從天降臨 廢掉敵基督 這個 貼薩尼加後書第二章一 照第十節所說的 他降臨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復活 即是之前沒有基督復活 之前當然有些例外 譬如 耶穌從死裡復活 有些人就從死裡復活 這是有當時發生的事 但這是一個例外的事情 另外還有兩個見證人 在啟薩尼有說到 他們死了又復活 這些是一些個別的個案 但說到集體 就是等到保羅也要等到 耶穌降臨 用榮光廢掉敵基督的時候 即是大災難之後 保羅就會復活 就會改變形象 即是說之前的基督徒 集體是沒有復活的 到那時候才有復活 之後呢 之後呢 所有基督徒一定會 全部變為不納壞 以及變為不死 即是以後 全部基督徒已經變了不死 所以再沒有基督徒死的 也不會再有基督徒生子 所以之後也沒有再復活 之前也沒有復活 所以這證明 只有一次基督復的復活 即是說到集體 也告訴我 基督復復活的什麼時候呢 就是大災難之後 就是這個 浩童末次吹响 在這個時候 最後的時候 以及死被德性吞滅 因為在大災難 基督徒也會殺死的 但是死被德性吞滅 那時候再沒有死亡 在大災難後有死亡 但是大災難之後 沒有死亡 所以基督徒復活 以及被提 是在這個大災難之後 所以我們每個基督徒 都需要面對的 因為我現在正在預備 那些文件 所以我記得這些經文 所以我現在很簡單 告訴大家 原來保羅和所有基督徒 什麼時候復活呢 集體復活 就是這個大災難之後 在死被德性吞滅的時候 再沒有死亡 以及被基督降臨的榮光廢掉 那時候我們就會復活 以及被提 在空中御主相遇 在這個大災難 即是我們需要面對 我們需要預備好 因為如果沒有預備好的時候 是會 未預備好 有些人就會跌倒 就會拜壽 以及受這個壽印記 就會失去救恩 所以我們一定要暫留得穩 求主幫助我們暫留得穩 最近我也有一個影片放在網上 就是講到 有五個要點證明 是災後被提 基督徒需要面對大災難 但我們不需要懼怕 因為那時候神會與我們同在 會加力給我們 我們會這樣說 迎面對大災難 提醒你 看到大災難 甚麼天啊 你不是很可憐 你為甚麼 你看 我 朋友 我們當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